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这样想 看来咱们需要两摩托车 那得花多少钱啊 钱不是问题 我给家里写封信 让他们寄点钱来 你回去摩托车吗 还行吧 原来咱家有两摩托车 后来日子间就让我给卖了 就这么决定了 走 上哪儿 去天山沟 走 快点 走 找参照 你找参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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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又什么事 我在这儿认识了几个四川老乡 他们都是团厂的职工家属 其中有一个大姐叫刘传荣 我跟她说 我要在这儿住好几个月呢 就天天住的官家也不太方便 我就让她给找间房子租出去住 她说正好 还有三间房 自己在个小院正空着呢 这个房子旧了点 地点有点偏 在那个团厂的大里边去了 下午啊 她带我去看了一下 我觉得还行 咱们把它租下来 搬出去住嘛 那套房子一公路远吧 一公路倒不太远 这是路不太好找 太背景了 我想家里要了点钱 明天我和天明去十盒子去看摩托车 等我回来 去看看房子再订 明天你们要去十盒子 我也想去转一转 行 就想去 一块去吧 有一块去吧 幸福 我找你 一块去我 快别说 一块去 我家人 诶 这个怎么卖啊 还3块5 3块5呀 诶 这不是山子吗 听说你回北京去了吗 北京啊是不是 怎么又回来了最近 过来看看 想做点棉花生意 怎么样 最近过得还好吗 错过活吧 怎么到石河子来玩吧 天明有买摩托车 抬他过来帮他淘汰 天明会里不测吗 有钱买摩托车了 臭事呗 哪有钱 诶 北京啊 我给你打听个人 啊 你说吧 你还记得咱们在西安的时候 有个武警叫 留建设的吗 知道 他复原了最近 在石河子里做生意 生意做得还可以 最近买了个吉普车 你知道他家地址吗 知道 我写给你吧 你拿这个枣 什么 路上去 见他 也不一定 在里边人对咱挺好 有时间 我看看 你愿意坐车回吧 啊 会走吗 啊 你不跟我一道回去啊 我和天明坐摩托车回去 试试心 这也省点钱嘛 这么才艺 过日子 该省就省点 嗯 这车挺好的啊 嗯 这车挺 有种的东西出去 以后搬上是方便多的 嗯 天明啊 嗯 刷紧时间 把手机上上 就坐在里边下吧 哎 就是这个校园 你看可以吧 嗯 是不容易着 就是就是 熟了就好了 好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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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房子就是没收拾 收拾出来还是不错的 做得安静 没人打搅你们 还有一间了 行啊 这房子我租下来 您这就白走啊 我们那边找到房子了 我们就先搬过去 得闲下来啊 你就过来看您啊 好 哎呀 待着你这天待出感情呢 真舍不得这面子 我也舍不得您啊 有空还是过来啊 哎哎哎好 我三十哥啊 他们先搬过去住 先过两天啊 我也搬过去住 你搬去 啊 怎么你也住啊 啊 我们住在一块儿 跑能要点方便一些 在什么地方 爸 你别问了 问了你也不知道地方 家里有事 我会常回来看的 真是 再见啊 关佛哈 我走了啊 哎 慢点啊 哎 哦 还趁回 趁回来啊 哎 我还不让他稍稍点啊 你多去去 看 是啊 你咱们不是看这么多的 但是现在 这跟以前也不太一样 现在这么 也没什么钱 十五三这有几个 十五三这 帮我知道的 保山 我去找老乡串一下门 去吧 天明 干咱们这行的 没有家伙不行 我始终也没告诉你 我是带着家伙过来的 这些日子 也没亮给你看 散散 你这是不信任我 没有 我要是不信任你 就不来找你了 什么呀 什么呀 我在北京做事儿 就是为了弄这家伙 我可想弄之短的 试个几次 没有机会 这把枪来得不容易 这是用人命换来的 来到新疆 咱们俩干事儿 就这一把枪不够 必须再搞一把 子弹呢 我还有一些 也不大宽裕了 咱们得想办法 用些子弹 这边搞枪和子弹 还是有办法的 武警和警察都有枪 就是民兵训练 也有枪的弹药 我这个人做事儿 不喜欢急躁 想干什么 有些模型情况 想好步骤 制定好方案 还有所有的 可能发生的情况 都要先考虑到 想好对策 还有要想好 一些部首 需要多少时间 没有把握的事儿 您可不做 现在有两个目标 一个是 继续磨棉花点 为下一步 搞棉花款 做准备 另一个 就是看看 有没有机会 搞枪 搞子弹 棉花点 已经跑了 不少手了 这才到哪儿 我告诉你 石盒子地区 西道奎臀 东道昌吉 方圆二百公里 以内的棉花 收购点 都要跑 我们不能怕麻烦 可是现在 也不是收购 棉花的时候啊 等到收购 季节再去跑 那就晚了 我宁可花上 几个月的时间 提前把情况摸清楚 定好目标 等到能动手的时候 雷厉风行 搞大家伙 把距离拉得远点 两三天之内 连续端得几处 然后呢 迅速离开新疆 故意 hhhh 诶 小丹 老子 都没用 这 这样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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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飞快地推移 白宝山在新疆立柱角 立即着手实施他新的犯罪计划 从五月至六月两个月间 白宝山的犯罪脚步始终没有停下 一九九七年五月 白宝山观天明 莫进芳草湖农场武警营地 三哥 我就扶你 你一干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真是个天才 少废话 你以为我天生就这块料啊 是笨 想过好日子吗 想 那就把心横起来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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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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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宝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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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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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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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